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怎么样 通过这样假设性的提问 激发你的想象力 我们身边很多想法多 联想能力丰富的人 他们都具有发散性的思维 所谓发散性的思维 就是指大脑在思考时 呈现了一种扩散状态的一种思维模式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思维就比较活跃 可以从很多维度来解读问题 生活中常见的一题多解 一物多用的 核心都是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最主要的特点 也是激发想象力的关键环节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脑分为 左脑和右脑 左脑是理性思维 倾向于逻辑 而右脑则是感性思维 更倾向于艺术 右脑活跃的人 想象力会比较丰富 更会联想 能把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所以想要放飞想象力 就需要激发我们的右脑思维 如果会怎么样的提问 就会催生联系 把各种看起来不相关的事物关联起来 从而活跃思维 激发创新 下面给你分享一个通用电器转型的故事 2009年之前 通用电器一直是全球的工业巨头 却依然面临着生产力下降 供应端成本上涨 技术革命冲击和金融危机重创等诸多的问题 当时的CEO杰弗·伊梅尔特倍感压力 虽然通用电器壮士断碗 抛弃了臃肿的金融机构 及Capital通用电器资本的大部分的业务 回归重工业根基 但这远远不够 工业巨头的定位 并不能够让通用电器看到未来 有一次伊梅尔特和通用电器的科学家们 谈论他们生产的新型喷气发动机 这一个布满传感器的设备 每一次飞行都会产生一批数据 但是然后呢 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无法做到更多的话 这些数据的未来价值 只能止步于机械本身 通用电器将无法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 伊梅尔特苦思冥想 突然有一天灵感来了 他利用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找到了解决之道 如果通用电器是一家数字型的工业企业 会怎么样 于是伊梅尔特反手为攻 将通用电器重新定位为一个 数字化的工业互联网公司 公司用原有的专业知识和大数据相结合 尝试应用数据分析建立大型的物联网 也就是Internet of Really Big Things 成就了通用电器的创新转型 可以说通用电器的成功转型离不开 如果那会怎么样 这一个有力的创新破局之问 既然这个提问这么重要 你一定想知道 怎么可以更好的运用这个提问吗 我推荐你尝试以下三个攻略 攻略一 明确目标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想要解决问题 首先你要明确目标 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伊梅尔特看到了传感器设备产生的数据 其未来价值可能只能止步于机械本身 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于是他就明确了目标 通用电器要加强软件能力 从工业制造转型为工业互联网 伊梅尔特说 我们坚信真正的工业互联网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将超越消费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将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网络 使人数据和机器三者真正互联 通用电器为此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为了在内部全面构建数字化的DNA 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 通用电器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化部门 重新调整组织结构 并用精益创业和敏捷开发的原理 为企业创造数字化的生机文化 所以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你要明确目标 知道你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通过提问去收集相关的知识 最终去解答疑问 那攻略二是跨界思维 用如果会发生什么的提问 开启你的组合混搭的本领 爱因斯坦曾提到过一个组合思维的概念 哈佛最受欢迎的营销客这本书 也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概念 叫跨界混搭 简单的说就是借用已有的想法 把一些看起来不相干 已经存在的各种想法 影响因素各种事物进行组合搭配 形成一个新的事物 组合思维最有名的提问 就是乔布斯质问 如果把手机 Walkman随身听 阅读器组合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 结果单身了苹果手机 在这个提问的专栏里 我也多次分享过迪士尼创始人 华特迪士尼的经典一问 如果把游热场和电影组合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 结果就单身了迪士尼热源 开始有了故事 员工也就变成了演员 再分享你一个经典故事 七十年代末 手表都比较贵 都是在一些高档的零售店里面出售 每个人基本只有一块手表 瑞士的制表行业陷入了一个困境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用革命性的创业提问 让整个行业起死回生 他提出了第二块手表这个概念 因为他看到了服饰行业里面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服饰配件 他就问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够有很多块手表呢 这是一个关于洞察力的提问 接着他使用了如果会怎么样的提问 如果把手表行业跟服饰行业结合起来会怎么样呢 他就是Swatch手表的创始人海耶克 从此手表并非只是一件昂贵的设置品 还可以用一种新颖的奇妙的塑胶的方式 来表达个性和时尚 海耶克用提问重新定义了手表行业 不过这里要提醒你 组合混搭可以是不同行业的产品混搭 也可以是不同商业模式的混搭 比如亚马逊和京东的创业 就是混搭了传统零售和互联网 而河马先生和瑞幸咖啡 混搭了传统零售和外卖 多进行如果的提问 你可能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各种创意的想法 那攻略三世 如果不会怎么样 英文叫what if not 是用一种逆向的思维来提问 创新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用如果不会怎么样来提问 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比如美国一家叫little mismatched 搭配小姑娘的公司 将普通的袜子打造成了一个时尚品 主要是像8到12岁的年轻女孩 出售袜子 品牌创立的时候 就做出了颠覆性的假设 如果袜子颜色设计混搭 不是纯霜出售 会怎么样呢 于是他们就设计了 颜色混搭的彩色袜子 并且激素出售 结果袜子大卖 深受美国年轻小女孩的喜欢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办一个大学 没有校园和线下老师授课 会怎么样呢 好 美国的新型大学 Minova 这所学校就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固定的校园 学生可以在旧金山 香港等七个校区学习 所有的课程都将在线上完成 你可能会想 这样办学效果好吗 会有人去吗 Minova大学 自2013年首次招生至今 已经收到了来自全球 一百多个国家的六万多份申请 其中不乏很多 已经拿到了 长春藤名校offer的学生 经过严格筛选 最终 Minova只录取了不到一千个人 录取率仅为1.6% 在难以改变的传统行业里 逆向思维 往往容易颠覆思维 找到创新的一个突破口 最后 我送给你一个小贴士 如果会怎么样的提问 不会立即找到答案 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问题放下 因为焦虑会阻碍创新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比如早起跑跑步 出门散散步 有时候 有意识的专心思考 反而得不到答案 往往在无意识的放松的状态下 灵感就会涌现 当然 平日你也需要广泛的阅读 开发多学课的一个兴趣爱好 如果你阅历丰富 不仅品尝过成功 也感悟过失败 那灵感就如影随形 下面 我小结一下这节课的要点 这节课 我主要讲的是 如果会怎么样的提问 目的是激发你的想象力 你需要发散思维 把各种看起来不相关的事物 关联起来 从而活跃思维 激发创新 接着 我跟你分享了 这个提问方法的三个使用攻略 攻略一 明确目标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需要聚焦目标 通过提问 去收集相关的知识 最终 去解答疑问 攻略二 跨界思维 用如果的提问 来开启你的组合混搭本领 把看起来不相关 已经存在的各种想法 影响因素和各种事物 进行组合的搭配 攻略三 创新 你还可以反向的思考 通过如果不 会怎么样 逆向思维来提问 你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 也给了你一个小贴士 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问题放下 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放松的状态 反而更加容易涌现灵感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将和你分享 创新迫及质问的最后一问 怎么样 好 目的是强化创新的执行力 好了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本期思考和实践 我整理了三个 平日我问线下学院的 如果的问题 请思考并留言和我互动 第一 假设你是一个亲力亲为的领导 如果你需要外出三个月 三个月里面 只能通过邮件和同事们沟通 对你的要求 是要业务保持正常的运转 你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好 问题二是 企业里面 如果不请培训老师 我们该怎么样有效的学习呢 问题三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失败 你会怎么样 espresso 词 糖 糖